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 装置了AMD RAN7 8845HS 标压移动CPU的高性能迷离电脑 F1VM FA880 我们测试过将近20台780M核显的迷离主机 不管他们装置的CPU是7840HS 或者7940HS 还是最新的8845HS 小主机总有配置上被大家诟病的地方 刚开始是散热结构 但目前性能释放已经从最初的45W提升到80W 液晶、相变、均热板全用上 散热也不是痛点了 然后是大满关接口 现在不但是双USB4满血HDMI 2.1 连Oklink接口也有了 显然接口也不是大家诟病的地方 那么我绞尽脑汁想出来这两个 无线网卡堆叠 待机功耗稍高 大家觉得哪个更难解决呢? F1VM-FA880 装置MDRAM7-8845HS 8核16线程的标压移动CPU 类置Radeon 780M核显 DDR5内存 5600MHz 双M.2 P3E 4.0 NVMe接口 视频显示输出 2.5G网卡加WiFi6E 打开来看一下 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HDMI线缆 脚垫和散热贴 历史支架 说明书 这小电源19V 6.32A 一共120W的功率 拿起小主机 机身两侧有圆润的浮现 挺漂亮 手感也很好 铝合金全金属的机身 机身接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双USB 3.1静一 A口 USB 4接口 耳麦口 TF卡插槽 机身麦克风 后面板 一对外置WiFi天线接口 19V电源接口 USB 4接口 后置耳麦口 Oclink接口 2.5G网络接口 DP 1.4接口 HDMI 2.1接口 双USB 3.2静2A口 双USB 2.0接口 这接口太丰富了 底部 双侧 后部 都有通风口 卸下底部两颗螺丝 往后推 通风扣的旗片 正常情况下 能够取出主板来 我这台卡的有点紧 用翘片顶一下 很容易就取出来了 这一面是散热管 加大风扇的散热系统 另一面也有系统风扇 可以给内存和SSD散热 取下4颗螺丝 揭开风扇 双DDR5内存插槽 最达5600MHz 两组2280的PCIe 4.0X4的NVMe接口 WiFi 6E 无线网卡 没有堆叠 好评 因为拿到的是准系统 我们准备了爱国者7000Z 2T的SSD 和音乐达DDR5 5600MHz内存 这里可以设置性能释放 按机模式54W 性能模式65W 极端模式70W BIOS里可以设置核显专用显存大小 我设置了8G 进入Windows后 运行控制中心软件 同样可以设置性能释放 本次测试我们设置狂暴模式 也就是70W的性能释放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功耗一条直线运行在70W 整机功耗跑在97W CPU频率运行在4.4GHz 随后一直保持 在单烤的60分钟内 8845HS CPU功耗保持在70W 时温29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上升到89度 SSD温度最高上升到46度 散热能力非常优秀 我们首先使用F1VM FA880主机的 Rain 78845HS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10分06秒 共计606秒 我们列出了一大堆 780M核显小主机的成绩 606秒和吉摩克 K88845HS的成绩差不多 CPU-Z多线程7307.7 单线程638.4 多线程成绩达到了 所有780M核显小主机的第一名 Gagpng5多核12315 单核1930 多核性能排名第二 不错 Gagpng6多核13 单核2577 多核性能和第一名也差得不远 Celibanchi-223 多核17488 单核1753 多核成绩上了17400分 又来到了第二名 Celibanchi-2024 多核980 单核101 多核成绩 位居于所有780M核显小主机的前列 Pasmark多线程 32619 单线程4020 多线程成绩仍然是非常不错的 综合来看 目前这台 FA880 8845HS 70瓦的性能发挥 位于所有780M核显小主机的前列 这只跑娱乐大师 总分 1629776 CPU得分 967191 我们还给这台 8845HS 运行了OpenW测试 AES 957751 XX20 388344 Colemark 501151 Colemark成绩上了50万分 也算很不错的成绩啊 接着玩游戏 地平线51080P高画质 不开抗拒时 古东场景80多接近90帧 复杂场景70多到80帧 荒野大飘客21080P低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帧51帧 非常强的帧数 780M核显的第一名 英雄联盟4K中画质 最后大团战90帧左右 元神1080P高画质 跑起来战斗起来接近60帧 青雄铁道1080P非常高画质 跑起来60帧 绝区0 1080P高画质 帧数忽高忽低 有势比较低 大部分时候50多接近60帧 这就是780M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游戏测试完以后 看一下我们最关心的温度传感器数据 时温29度的时候 CPU最高温度81度 SSD最高温度46度 DDR5内存最高温度79.8度 我们也看一下3DMark的测试结果 Time Spy 3109 Fire Strike 8704 Steel Lomad Lite 22.67fps 把3DMark的测试数据也捉成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成绩和最好的8845HS 7940HS 都差不多 只比内存超频到7500MHz的小主机 低一点点 显示接口输出 HDMI接口最高支持4K140Hz 10位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满足满血的HDMI 2.1标准 USB4和DP接口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4K144Hz 10笔的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支持DP接口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USB4和DP接口能够支持 4K160Hz的10位RGB非压缩信号输出 锁利OLED电视 连接HDMI线揽 小主机能够输出 4K120Hz 10位YCBCR444的非压缩信号 Radeon 780M核显 视频解码 最高能硬解本地8K60HzAV1视频 YouTube8K60HzAV1视频 可以流畅播放 PCIe 4.0 NVMe硬盘测试 7100兆币每秒 达到了PCIe 4.0X4的最高水平 USB4接口外接雷电硬盘盒 3100兆币 满血的外置存储读写能力 测试时 小主机的另一USB4接口 接入了高刷显示器 USB4接口没有兼容性问题 WiFi测试 Meditech Wi-Fi61 无线网卡 跑上了700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 不错的水平 旁鞋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iPad 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转下载 都接近2.37G 跑满了带宽 F1 VM FA880 装置了8和16线程的8845HS CPU 70瓦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最高功耗100瓦 待机最高功耗才4.3瓦 是我测试的所有780M核显小主机 最低的 这值得给F1 VM FA880 点一个大大的赞 按上面这些结果 120瓦单炒PD小电源 可以搞定 室温29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33.4度 SSD待机温度42度 这台小主机70瓦性能释放 CPU满载的时候 机身噪音室54分贝左右 收回在耳边室 接近445分贝 F1 VM FA880 迷离主机 装置了8和16线程的8845HS CPU 70瓦的性能释放 性能位居所有780M核显小主机的前列 从机身和内外接口来看 它基本满足2024年最新旗舰大满框接口 当然 当2.5G网口 算是一个小小的缺点 不过 它的小巧机身下 腾出了WiFi无线网卡 没有堆叠的空间 还是要给一个大大的好评 我们也给前后双音频接口的 FA880 点赞 待机功耗 3.7到4.3瓦 是我们评测的780M核显小主机 最低的 也值得点一个大大的赞 看来 低功耗带机 即使是8845HS 这样强悍的小主机 也能做到的 总结一下 70瓦性能释放 是一台强悍的核显小主机 散热非常优秀 静音稳定 双USB4都能接入PD电源 这是一台设计 做工 性能 散热都优秀的小主机 待机功耗最低 对这台 F1VM FA880 我们给出推荐的评价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